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共军司令部参谋长黄志伟 今天很遗憾的 我们共军刚刚在制航基地发生了一件 重大的飞行事件 在这边就先跟各位 就今天所发生的事情 事件的经过 以及初步搜救的情况 跟大家先做个简单的报告 电脑因为技术上的问题 待会会补上来 首先报告事件的经过 今天是3月22号 那单位是我们台东的制航基地 科目是一批四架 它的编号是ZU5-58 这一批四架飞机 两架双座 两架单座 一号机和三号机是双座机 二号机和四号机是单座机 二号机的机号是五两八拐 四号机的机号是五两八六 他们在下午143栋的时候 从制航基地起飞 到位于屏东的加东靶场 执行基本对地诈射的训练科目 脱离靶场后 在15栋拐时 当时的位置 是在屏北机场的16栋 屏东机场的16栋 渡边的40海里 高度14000尺 航向朝东 正在返场的过程中 二四号机疑似发生空中差状 另外两架飞机目视 有座椅弹出飞机 两架相撞的飞机 以及人员随即下坠 就进入了云城 没办法目视 一三号机与原地盘旋 并且通报之后 没有办法在目视 进一步失事现场情况下 就先行于15两栋时 回到直航基地落地 本军接获通报之后 立刻下令驻防 直航基地的UH6栋 收救直升机 紧急起飞 在163栋时 在直航的两两栋渡边的42海里处 也就是在满洲乡 港仔村海岸线外 大概一里的地方 目视到二号机的飞行员罗中卫 在1641分时完成吊挂上机 腰拐动五分 降落在直航基地 立刻以救护车 紧急转送马街医院抢救 很不幸的是在腰拐 45时医院宣告 我们这位同仁已经不幸的殉职 那现场搜救的兵力 仍然在持续进行搜救中 位置 待会电脑的图片出来之后 会给各位一个大概的显示 他当时是在从直航基地起飞之后 通过恒春半岛到加东 靶场进行对地的诈射训练 在翻场的过程中 也是在由航管 由我们这个民航局的航管引导 通过恒春半岛的上空朝东 要回到东海岸 再进入这个持航基地的进场航线的时候 在持航基地的两栋山 渡边的41海里 战管的光点消失 在持航基地的两栋式的43里 这是直升机后来回报的精确的吊挂点 另外地面名人有通报警方 警方在满洲乡港宰村的公共体车场 发现了我们其中一架飞机的弹射座椅 目前已经有本军派员取回作为证物 当天的天气 直航机场的能见度 是超过9000公尺以上 天空只有1200尺和2100尺 有输云也就是这个云量 在2分之2以下 5000尺有列云 另外加东靶场能见度是5000公尺 1000尺的输云 4000尺的密云 请回到上一页 这就是大概的位置图 加东靶场的位置大概在这里 他们今天从自航基地起飞 穿过恒春半岛 到达加东靶场执行科目之后 反场的过程中 航向朝东将出海岸线的时候 大概在这边这个位置 发生空中差状的事件 并且通报 光点后来精确测量 这个消失的位置在2栋3的41里 直升机到达现场 发现罗中卫吊挂的地点 是在自航的2栋4的43海里 这是大概相关的位置图 请继续回到天气 下一页 这是后续2小时的天气资料 自航基地天气跟原来的并没有太大变化 风向风速是洞6洞的17到26海里 加东靶场能见度能量维持在7000到5000公尺 它在6000尺的地方有成云木 风向大概是33洞的洞6 下一页 人员的基本资料 今天担任2号机的是中卫飞行官 罗上华中卫 他是官校106年班 他今天所驾的记号是528管 他的飞行总时间是404小时又30分钟 本机总的时间是199小时的 那4号机他驾的记号是5286号机 他的阶级是上位 他是官校104年班毕业 他的名字叫做潘银尊 他的飞行总时间是601小时又35分 机总时间是407又15分钟 下一页 那罗上华中卫 他是人员的资格是完训的战备聊机 他的家庭状况已婚 住在花莲 下一页 潘银尊上位 那他是也是完训的战备聊机 家庭状况已婚育有益子 居住地在台东县的北南乡 下一页 飞机机屋的情况 这两架飞机分别是5286 及528管 5286号机总时间是7109小时又20分钟 上次周检是109年6月22号 周检完毕以后 到现在使用了217小时40分钟 那左发动机上次周检完毕 到现在使用了221小时25分钟 右发动机周检到现在 使用了19小时又15分钟 528管号机 他的总时间是6670小时 他上次周检的时间 是109年的12月5号 周检完毕之后 使用到目前为80小时又50分 左发动机6656小时20分钟 周检迄今使用了80小时50分 右发动机5044小时 周检迄今使用了67小时又50分钟 在这两架飞机在过去3个月的机会情况都是正常的 没有重大的故障 海空的收救情况 在空中接获飞旋通报之后 本军就成立了紧急应变中心 1515时由副司令 范中将 以及郑中将都进驻了战情中心 开设紧急应变中心 1632时 空军司令以及空军副总长 在三关夜馆立刻赴直航基地执行后续的助力 收救的情况 我们在15洞管收入下令 1522时住房台东基地的输入洞两 收救直升机UH6洞M起飞 1538时进入目标区 163洞时开始执行吊挂发现的是螺原 可是人员上机的时候是呈现无意识的状态 1641时吊挂完毕 人员上机 腰拐洞50在自航基地落地 转送至台东马街医院 1538时下令P3袭击 到达现场 执行无限电中继任务 1548时 另外又紧急了起飞一批Kill洞3 收救直升机UH6洞M型机 从嘉义基地起飞 1655时进入目标区 收救完毕之后 在腰拐560落地 并没有进步的发现 1555洞分国家搜救中心 下令海巡舰艇6艘 至九棚外海进行搜救 1555时国防部下令 海军S拐洞型机 由花莲基地起飞 至九棚外海进行搜救 16290 嘉义基地又起飞了一批Kill 433的搜救机 为1C225型机 从嘉义基地起飞 在腰拐530在制航基地落地 执行后续可以支援夜间的搜救 163洞时国防部下令派遣地面兵力 由俄罕碧出发 沿台26号线往北至制航基地 执行沿线的地面搜救作业 163洞时国防部下令海军两艘舰艇 至九棚外海进行搜救 腰拐18时国搜中心下令空勤总队直升机 由小港基地起飞 阶梯Kill 3 因为天候影响 18洞2时已经飞缓高雄 那港仔村也就是我们发现 弹射座椅的现场 已经由陷阱人员封锁 并由九棚基地派员 持续进行搜索中 这是空中搜救兵力的统计表 那现在我们还有一位飞行的同仁 目前的状况是在失踪的状况 那已经国防部会尽全力 进行搜救工作 务必要在黄金72小时之内 把我们的人员希望能够有好消息 搜救回来 这是目前至现在为止 这个发生的概况的简报 请问后续各位媒体朋友 还没有什么问题要发问的 哪一位 参谋长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刚刚就有提到说 这个有一次操造情况 那当下那其他的掌机 或者其他的刚刚三号机 有没有发现都什么其他的意状 或者说有目视到相关的情况 或是塔台这边有听到 他们有呼什么事情吗 当时的情况是 他们在靶场脱离之后 因为上面有一层云层覆盖 这四架飞机是单机脱离 在没有编队的情况下 穿云到云上 飞到9500英尺以上 这个没有云层影响的 这个云上的这个目视的情况下 进行集合 集合完毕之后 24号机是我们飞的是这个拇指队形 24号机是飞在最外侧两次 目前对飞旋的规循 是说他们两个在受命交换 进行队形调整的时候 没有听到六号无线的呼叫 只是一号机和三号机 都同时看到这两架飞机疑似 他们并没有看到飞机插状的一刻 可是因为看到空中有碎片 并且有一具弹射座椅 看到他从飞机里头 弹射出来 判断现在是疑似发生空座插状 无线电里头并没有做任何呼叫 也没有相关机械故障的呼叫 参部长 市长请教的话就是 那事发的时候当时的高度大概是多少 然后另外您刚才说的那个编队的调整 能不能够队形调整 能不能够做比较清楚一点的解释 当时他们飞行的高度是14000英尺 云层的高度大概在9500英尺左右 飞机是在云上进行集合 飞机因为24号机在出云之后 先结合到基本的最基础的辽机的位置上 可是这两个这个位置需要做调整 回去落地的时候 这个才能跟随正确的编队进场 所以当时有做24号机位置的调换 可是在这个调换的过程中 113号机并没有看得很清楚的情况下 他疑似在后方在交换位置的时候 发生了差状 目前仍然是疑似 因为相关人员的证实 还有这个最重要的飞机的残骸 相关的这个碰撞的情况 还没有找到相关的证据 所以我们只能说疑似发生碰撞 请 财报长您好联合报徐为提问 就是这两次的事故包含去年那一次 就是两次都弹射 但两次飞行员都发生了身故的状况 想请教一下就是这一型的飞机 它的弹射包含弹射在内的维生系统 它你们有没有去检查它的状况 是不是在飞行员必须要进行自救的时候 它能够保住它的命 另外一个是上次的事故到现在你们的报告出来了没有 那是否是证实是第二极压缩段出了问题 第二极压缩段里面的喷嘴出了问题 那这方面给你求证谢谢 第一个问题有关弹射仪的部分 上次发生事件之后 我们对弹射仪有做一次性的特检 那这一次我们不确定 这是否是飞行员自己自动的弹射 或者是飞机撞击的过程中 造成弹射以意外触发 因为以往有过这个例子 所以说这一部分 至于人员为什么弹射之后 仍然造成殉职 所以要进一步的检视 我们现在找到的座椅 还有人员的伤势的情况 我们才能判断 第二个也就是说 您刚才提的第二个问题 可不可以再重复一次 第二个就是上次那一架 实施的阶级是故障 是的 差弹架飞机的 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 第一阶段的这个阶段事实报告 那飞机现在的残骸 我们有确定它的位置 可是我们也请了运安会的专家 上传协助我们打捞 那是不是发动机的哪一部分出了问题 我们还是要等到 这个飞机打捞上来之后 才有办法确认 现在是没有办法确认的 Hello 长 我是TVBS的刘婷婷 我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 第一个就是这个弹射椅之后 我们看到的残骸的照片 让很多人会打个问号是 因为它其实只有缠绕 那个降落伞的那块 想问一下这个降落伞是 算是副伞还是怎么样 就是你们研判 然后怎么会发生说 就是一个弹射椅跳出去 然后就怎么会好像 它是打捞上来 还是刚好就在那个位置被发现到 那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 那个罗远被找到的时候 请问它身上是有降落伞的吗 然后还有据你们目前研判 另外一位 它是有降落伞成功 弹射出去之类的情况吗 谢谢 第一个根据我们初步 跟飞旋归旋的情况 他们是只看到一个座椅 弹射 可是因为飞机一旦撞击之后 另外两架飞机还在往前飞行 所有的碎片或者 失去动力的飞机会到后面去 受到视线的影响 当时在空中其他的飞行员 来不及目视到后续的状况 等到他回头的时候 那个人员和伞都已经 进到下面的云层中 他没有看到 他们看到一个座椅 弹射出来 可是弹射的情况还来不及看清 就进入他的视线死角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说 我们在空中有飞行同仁 看到有一个座椅弹射 第二个是刚才你看到的照片 那个座椅上面有伞 那个东西正确的名称叫做陡形伞 那个不是人员伞 是在弹射的时候 稳定弹射座椅的 他座椅离开座舱之后 那个陡形伞会先展开 让座椅稳定 接着才会人伞分离 才会有这个飞旋 接着接续把人员伞拉开 让他降落的这个 这个程序 后续的这个程序会继续发生 第三个 我们现在初步查证的结果 那具人员伞的确仍然在飞旋员的身上 那现在已经 我们做了收集 我们后面需要再查证 这个散开的情况 为什么会造成人员的 这个伤重殉职 刚才说那个F5的部分 现在是下令停飞 那目前会进行什么样的特检 然后另外一个是 据我们了解是战备周 应该是明天就开始了 所以目前这边战备周的安排 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是先回答您的第二个问题 空军这边已经下了天安特检的命令 也就是说除了警戒 地面对应这个当前空情的这个地面警戒 还有必要的作战任务飞机之外 其他的训练和演习通通暂停 全部的机种 随他的训练和演习通通暂停 第二个有关特检的项目 现在还在初步研判的阶段 我们要根据我们研判的 飞机失事的可能的原因 才会进一步 拟定我们要特检的项目 那在这个案件里头 目前仪式是空中插状 并没有牵扯到 这个机械的因素 或者是天后的因素 所以我们后续可能做的特检是 第一个是弹射仪是必要的 一定要再做一次 全面的这个清查跟检查 第二个就是很可能 我们会着重在人员训练的家常上面 那我想请教补问一下问题 就是罗元他在获救吊挂的时候 他身上的伤势 因为他无意识了 但是他身上的伤势是如何 是有外伤吗 我想请教这个问题 谢谢 飞行员的回报 收救机飞行员的回报 是他的身体大致是完整的 完整的 那至于详细的伤势 要等到明天 这个台东地检署的 这个检察官会在法医 过去做进一步的鉴定 那详细的情况 这边不便做说明 请 今天两次事故都有人归咎于那个弹射仪的问题 然后国民党立委陈以信也说希望说空军这个飞机老旧希望他能够态换弹射仪增加那个弹射成功的几率空军有这个打算吗 另外一个就是说空军会加速那个永银机的胎换到自航基地吗 这两个问题 先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 有关于弹射仪上市 实际上空军就立刻规划了F5弹射仪更新的作业 在去年我们就把相关的需求 还有包含预算 还有全部的这个采购计划 报到国防部 我们也巡商找到了 可以立刻 就不需要再做任何的修改 可以装用在F5上的先进弹射仪 目前的进度是在国防部 已经这个核准了相关的这个计划 那我们预划 我们希望在这个月就能够把所有的这个计划完成 并且厂商 这个弹射座椅的厂商 已经到台东基地 针对F5经济进行现场的勘查 如果顺利的话 我们希望现在这个今年的年底 或者明年快的话 就会有新的弹射仪可以交货 只是很遗憾的是我们还来不及 这个开始进行这个步骤 就发生了今天的不幸的事件 请教室特别哪一个厂牌的弹射仪 然后目前预定的价格 好 我们请后庆处 我们请后庆处我们处长大概回答一下 这个我跟各位记者小姐先生报告一下 那目前它是我们规划采用的是世界最先进的马林贝克 它在座椅 马克16 预算目前还在评估当中 F5已经正在太初了 所以我们大概会换多少 或者预期它可以用多久 我想这个目前F5的确有在太初的规划 那我们会将这些这个新的这个弹射座椅 算在F5上面 那后续我们会再检讨这个妥善 运用这些新式的座椅 在其他机种或系统上面 对 这部分补充说明 只要当初的上一件台东F5的事情发生之后 那国防部还有空军司令部决定 只要有助于飞行员发生事情 逃生机率的增加 所以说就并没有考虑到太多有关预算 还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唯一考虑的是弹射椅的性能 还有它换装的骑程 那后来找到适当的伤员之后 我们会就立刻启动了这个 更换弹射椅的作业 那至于F5太初之后 我们这些座椅会评估它的情况 在后续做详细的规划 让它可以再利用 还有没有进步的问题 前面那位先举手 总部长想问一下 所以说这个弹射椅的预算 不是说报到 是的 报到过了 那怎么会没有 怎么会预算还不清楚 那第二个问题是 到底有没有两员都弹射出来 那第三个是以往的一个 天安特检应该说该出示的机型特检 那这次是不是全部的机型都特检 那为什么呢 谢谢 第一个是这个金额 我们当初评估的大概是在6亿多的信台币 那这个详细的金额要在厂商进一步的线刊 以及这个计算完毕之后 我们才能有精确的金额评估 第二个有关于这个天安特检 这次下令的是全军 因为这次有两架飞机发生事件 所以说经过空军司令部的评估 我们是全军都同步执行这个天安的特检 第三个我讲的特检的项目 不一定是所有的飞机都执行相关机械 或者哪个系统的检查 我们会看这个发生失事噪音可能的方向 对各不同的机种 决定最佳最妥当的这个特检方式 包含人员的训练在内 那是不是这两个都盘涉了 所以我刚才已经跟讲过 因为飞旋员受到视角的关系 我们现在没办法确定 因为他只看到一具座椅出去之后 接着再回过头来 想要看这个飞机以及人员的情况之后 飞机和人员都已经进入云中 在下方的云层中间 他没办法目视 所以我们没办法确认 是两员都弹射还是只有一员弹射 我们现在能确定的是 在空中的两架双座四个飞行员 他们目前回报的是 他们有看到一具弹射座椅 弹射的情况 请教一下 因为他们弹射的高度 大概就是一万四千尺在云上 想请教一下 就是目击的飞行员 他有没有回报说 当时他擦撞时 那两架飞机损伤的程度到多少 为什么没有办法撑到云下在弹射 因为云上弹射 你不知道云下的状况是怎么样 他其实风险会比云下弹射来的高 第一个 飞机擦撞之后 要看飞机受损的情况 他是否失去控制 无线电没有任何呼叫 无线电没有任何呼叫 所以我们现在没办法确认 是发撞击之后 我们现在只能再说一遍 是疑似插撞 因为根据飞机员 这个回来落地以后的证词 只能这样讲 那插撞到哪一部分 对飞机造成多大的损伤 他为什么无线电不呼叫 他这个弹射是因为飞机受损 就像多年之前 有一位许德英教官 这个空中室相撞之后 是被撞出来的那种情况 还是飞机员主动 有意识的去自动弹射座椅 这部分我们现在都还没办法确定 我们要做进一步的残骸鉴定 还有人员的规循以后才能判断 通常不好意思我先问个问题 因为你刚才讲说F5的那个 5286还有5287这两个基本的资料 那个飞行时数的时间 都是在去年6月 还有其中一架是12月 那可是去年10月29号的时候 发生那个天安特检的时候 有针对发动机的部分来做 也来做天安特检 可是按照你们所秀出来的这个资料里面 上次周检出场的时间是109年4月25号 根本就是比天安特检之前的时间 所以之前的发动机到底有没有问题 你们这部这架的这个发动机 基本上是在那时候 天安特检里面并不在列 所以说现在跟你解释一下 周检跟特检 我刚刚报的是周期检查 就是发动机到了一定时间 一定要进行的周期检查 特检是不管你周期检查完毕之后 还剩多少时间 我们就会通通检查 这两具发动机当时都经过天安特检 我刚刚报的是 他上次完成正常的周期检查的时间 他后面的特检是 全部的飞机都完成 经过试车试滑 逐批的飞行以后 才在开始使用的 喂 参谋账号 那个我确认一个小细节 所以所谓的全军停飞特检 是只有战斗机以及教练机 还是包含像413栋B3C 这种都在内 全空军的飞机 全空军的飞机 我们现在先暂时停下来 做一次性的检讨 我补问一下 那现在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在空的巡弋 还有那个部分 还有西南空域的那些部分怎么办 作战跟警戒任务 仍然是正常的执行战备 仍然是正常的执行战备 我们是训练和演习暂停 参谋长请教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 有两架飞机掉下去 然后可能有一个弹射椅弹出去 另外一个也可能没有 那这两架飞机 我们现在有没有办法 掌握它残骸的位置 它到底是落在海里 还是可不可能就落在海岸线以内 然后飞机上有没有任何的东西 可以协助搜救人员 现在去寻找它的位置 这个我们现在 在对空搜索的 大家只能确定光点的位置 那也是经过明年通报 我们在地面上寻找到的部分飞机残骸 也就是弹射椅的那部分 至于其他的飞机残骸坠落在哪边 因为当时没有人看到 因为飞机插撞之后 根据飞行员的证词 那两架飞机是还是有飞行路径下去的 它并不是直直的朝下坠落 所以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确定 飞机残骸的位置是坠海 还是掉在陆地上 这部分目前为止 空中派遣的直升机 在现场 也许有一部分受到云层的影响 目前还没有回报发现 那我们也跟地方的陷阱 销单位联络 目前为止也没有得到进步的通报 我们会持续的进行搜索 第二个那另外 他们只看到一具弹射椅 那另外一具 在这个下坠的过程中 有没有弹射 或者是它在9000多尺静云之后 静云之后 它有没有自动弹射 这个我们现在因为飞行员没有看到 我们没办法确定 第三个 这两架飞机都有携带 携带相关能发射定位的 这个 紧急求生物线电 那飞行员有回报 在空中曾经短暂的听到 求生物线电的作动 有作动 可是后续并没有进一步 收到这个位置的回报资料 这一部分我们也说 后续会进行调查 那我们现在在空气 还在持续的在现场搜索 并且监听 看有没有办法听到相关的呼叫 那我们有跟潘上卫 跟罗中卫的家人联系上了吗 有没有进行什么样的帮助 第一时间知道了后 基地就立刻通知了他们的家人 并且接家人到基地里头 跟他们说明初步的情况 那我们的空军司令 雄上将也到达基地了 那据我所知 他已经跟亲属见面 当然我们现在是很遗憾的是 有一位同仁已经不幸 这个医院已经宣告训职了 那我们现在是尽全力的 掌握未来尤其是黄金的72小时 希望能够尽快的找到另外一位同仁能有好消息 如果各位媒体朋友没有进一步提问的话 那今天的初步简报就到这边 那后续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 包含搜救的情况 会在适当时间跟各位做个报告 谢谢